大家知道最难让租客搬走的情况是哪一种吗 就是说当租客准时交租 没有任何违约行为的时候 但是租金太低了 这种情况是房东最头疼 最难让租客走的情况 因为首先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的理由让他走 另外呢就是也无法给他劝走 因为他的租金太便宜了 他为什么要搬家 因为我们加拿大BC省和安省的租赁法规 是有租控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租金的原因让租客走是最难的 我发现有很多的房东用不太正确的方式 让租客搬走 结果自己吃了大亏 其实我们让租客搬走 并不一定非要用自住的原因 有一些房东明确的表示说 这个租客太麻烦了 很烦人的租客 但是他们没有用正规的法律的手续让租客走 而是采用了自住的方式 但是他们又不是真心的要自住 这样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反被租客来告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 对于这种最难让租客走的情况 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首先我们在招租的时候 一定要用市场的租金来招租 第二就是我们一定要每年按政府的规定来涨租 如果我们有一年两年没有按照政府的规定涨租 你的租金就会低于市场的租金 所以让租客走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 如果你的租客还是不错的 但是租金远低于市场租金 你可以做的一个尝试是跟你的租客去协商 看看可以不可以提高一些租金 超过这个政府的涨租的这种幅度 但是低于市场的租金 我自己跟两个租客这样去协商 获得了成功 我知道有一些房东跟租客去协商 也获得了成功 看到视频的房东朋友们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好的经验 也欢迎你在视频下面留言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 出租房管理一切顺利